杜蘇瑞颱風來襲 而在莊山區西定路高架橋 府安宮旁邊一棟六層樓公寓大廈 地下樓在西定河旁邊 昨天突然被發現破了一個 大約80公分的洞 民眾才發現地基被掏空 因此趕緊向基隆市議員 施委證反映 我都不知道 你現在有什麼公寓的 都要不要 現在看起來還好 現在是最大就比較危險 市議員施委證也邀請市政府 公務處和區公所等 相關單位人員前來會看 施委證丈量後 發現這個洞大約80公分長 往下延伸的裂縫 深度大約5公尺 看了都很擔心 我們昨天聯絡了區公所 才得知說原來區公所的預算 也是少得可憐 所以我在這裡要很強烈的建議 我們基隆市政府 是不是在預算編列上面 要好好的考慮 有這類的零損 或者是我們公共建設上面 有這類的損壞 就應該要立刻 能夠進場儘速修復 不然的話到後面 小洞不一啊 後面變成大洞 到後面我們都破火木情 萬一有任何的住宅 發生攤壩 都不是我們樂見的 我們現在擔心的是 就是極端型氣候 其實除了颱風以外 包含臨時的驟降雨 大雨 都會造成許多的水溝溝底 尤其是長期年久失修 或者是沒有在巡檢的一些山區的水溝 會造成這個水溝的破損 那在我們沒有發生災害 或是沒有發現的情況下面 會造成這個溝體破損以後 入基的掏空或地基的掏空 然後我們後面就會發生 我們土石流或者是貪崩 公務處和區公所人員表示 有立即危險的部分 將立即修補回田 避免繼續掏空造成災害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記者吳俊松